俗话说子不教父之国 父母对于子女的管教责无旁贷 在传统社会中 家庭教育的成败往往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兴衰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中 成功的家教都会秉承哪些教育理念 古人对子女的教育会从哪些小事抓起 父亲母亲以及兄长 在家教中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春节特别节目 家风家教家规家谱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将为您讲述家教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当今社会价值多元 每个人都想获得最大化的自由 但自由并非是没有边界 没有约束 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一会儿上九天见嫦娥 一会儿下午阳度龙娃 这是孙悟空的浪漫者 如果一个孩子坐没坐下 站没站下 吃饭拔鸡嘴 喝汤葫芦想 一不高兴还扔东西 爆粗口 我们对他的评价就三个字 没家教 这样没家教的例子 我们身边有多少 随便举个例子 一对年轻情侣 带了一座宠物狗 乘公交车 司机说宠物不能上公交 那女孩就说 这哪是宠物 这是我家姑娘 上车还非得给宠物站个座 旁边的老人还只能站着 这种行为扭曲了人同关系 属于一种情感错位 我们先看称谓 从名字人性化的程度 现在很高 还叫得特别肉麻 什么宝宝贝贝乖乖 儿子姑娘 但这样的人家 是否恭恭敬敬 规规矩矩 喊过一声爸妈 再看待遇 对宠物那是嘘寒问暖 有点小问题 立马送宠物医院 按时为时注重营养 每天还陪着溜达散步 还担心宠物患上精神病 这样的细致周到体贴热忱 在父母面前又有几分几毫 情感错位必然带来伦理缺失 最重要的结果就三个 蔑视规矩 藐视道德 无视法律 所以才会有人 无视宠物不能上车的规则 所以宁愿让狗坐着 而不愿意给老人让坐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一些 任性的子孙 对父母要么交狂无理 要么冷弱寒酸 对同学动辄拳打脚踢 暴力相加 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主要的问题还不是法律和道德的问题 而是家教缺失 没有家教的约束 我们的后代丧失的不仅仅是敬畏之心 感恩之情 连人之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同情怜悯 都被稀释淡化 在古代 说一个人没家教 是一种严厉的道德谴责 孩子的恶言恶行固然可恶可证 但他父母属于管教 也责无旁贷 换句话说 一个孩子没教养 自己丢脸不说 父母全家也跟着丢人 所以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后 特别注重家教 在给他弟弟的姓当中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子弟之嫌否 六分本天生 四分由于家教 一户人家的子孙是否贤呢 百分之六十源于天心 百分之四十源于家教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子弟是否贤呢 直接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 宋代学者尼斯 曾经有个结论 十子心家 义子败家 十贤子孙未必能心家 以不孝子孙破家为有余 他事皆可驱除 为子孙不孝 无测可知 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事发来解决 应对 但要是子孙无财无冷 还无德无行 那就无法可知 当爹骂他只能对坐物欲 养天长谈 父母的痛心痛悔不在少数 现在的孩子面与无数的诱惑 今天要买iPhone7E 明天电脑要升级 还要经费保障 不丢脸 结婚要婚房 以免未来的岳母大人挑刺 父母有能力还好 那要是父母拉不出来 怎么办 有的子女居然当众辱骂 甚至掌握父母 就是三父母耳光 这些人文惨剧 我们一般都规则于子女的个人品行 但我们也得想想 为什么我们的子女会无视亲情 甚至丧尽天良 原因很简单 孩子没家教 是我们做父母的 没有尽到教育的职责 家教的穴位 往往会带来情感的错位 和伦理的缺失 最终导致子女蔑视规矩 藐视道德 无视法律 所以有远见的家族 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懈怠 传统家教 强调道理的日常化 生活化 古人对子女的教育 也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抓起 没有什么两样 都是指家庭教育的教育理念 管理规范和教育方法 古人家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呢 很多 我们今天只解释 我们今天只解释一种 蒙政 所谓蒙政 来自于周易 蒙以养政 圣公也 就是从同盟时代 培育养成孩子良好品德 是造就圣人贤才的必有之路 我们今天的通俗称呼叫养成教育 中国在上古时期 贵族 国家 地方 就开始全方位的注重蒙学 也就是说 从小教导子弟 趋于正道 开发善心 理记上说 欲不着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 再好的玉石 你不雕琢 打磨 它就是一块石头 再聪明的人 如果不学习 就不知道 道义是什么 古代有官学 有私学 一旦到了战乱年代 国家和地方都没有能力 或者机会办学 那子女问题怎么解决 只有一条路 私学 即便有官学 很多有远见的家族 对子女的教育 也从不懈怠 通过家教 家学 来补充 国学 官学 换句话说 家教家学 才是中国教育最早的源头 和最坚实的基础 朱熹坚持道不远人 理不外事的理念 也就是说 你再高深 玄妙的道 都体现在人的吃喝拉撒睡 这些常态行为当中 再深刻的理 外话出来 无非也就是处世的法则 规范 所以朱熹在修订学生行为 规范的时候 特别强调道理的日常化 生活化 古人之教者 自其能识能言 而所以训道整齐之者 莫不有法 圣人离到社教 都是从同盟时代开始 吃饭穿衣 说话行李 都有特定的规范 举个例子 筷子在中国古代 这个家教当中 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和行为规范 上缘 下方 那代表的是什么 那是代表的上天好生之德 小孩自己吃东西 就需要传授 一些用筷子的技巧和禁忌 比如说 不能把筷子拿起来相互敲 也不能用筷子去敲碗 这是未来当乞丐的节奏 不能拿着筷子四方出击 专检自己喜欢的东西吃 这是自私贪婪的表现 未来的岳父岳母 谁见谁讨厌 一辈子找不到老婆 也不能将筷子 直接插进米饭碗里边 那是祭祀祖先神灵的仪式 不能简约 也不吉利 家教为什么会规定的 如此的细致甚至繁琐 这也就是诸曦所谓的 殉道整齐制法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够矫正孩子身上的 暴力傲慢放肆 随意的先天恶行 未来成为品行端正的人 不会爱狗甚过爱父母 不会任性张狂 动不动搞暴力 更不敢扇父母耳光 在一个家庭中 不同的家庭成员 对于家教也有着不一样的分工 传统家教往往又分为 父教母教以及兄教 那么父亲母亲和兄长 在传统家教中 各自承担着怎样 不同的角色呢 先看父教 父教是家教当中的 最重要组成部分 三字经上说 子不叫父之国 就是说明父亲对子弟教育 殉道的身份性义务 父教从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直到具体的行为规范 全方位立体化的覆盖了 家教的整个过程和环节 比如唐代的柳平 出生于世幻民家 他要求子孙为人做官 必须注意八个字 执不进祸 连不孤民 做人一定要政治 但绝不能过度过分 给自己和家族招来栽来 做官 要连接自首 但绝对不能以此孤民求荣 否则坏了心术不说 还会招来非议和侮辱 柳平这八个字 算是知识职业 是存生保家的策略 没有经过人世风浪波折 不可能做一种经验和智慧 传递给后代 柳平这样教育子女 他自己就率先垂饭 以声作则 柳平身处唐代流离党中的 政治漩涡当中 却能够持终守正 两党交锋不断 但他却能够步步高深 两党对他都有恩 但他却从来不投机取巧 战队求荣 而是依照情理正道执行 赢得了两党的一致认可 比如大师人李商银 先属于牛党 后来李党得势 又托奔李党 但李党认为 你就是个叛徒 对李商银不冷不热 再后来 牛党得势 李商银想回归老团队 这让牛党更看不起 李都不理 但柳平认为 有没有德 是个评价标准 有没有财 是另外一个评价标准 更重要的是 李商银又连丧父 养家的责任 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你要是没人管 没人理 李商银一家 就会陷入绝境 政治斗争必不可免 但是你不能把人逼上死路 所以柳平毅然决然地 把李商银 招聘到自己的幕府里边 当秘书 两党都认为他很耿直 很仗义 情理无亏 这就叫职不尽祸 再看连不顾名 柳平做官 但清廉清正 公司界限 那是一目了然 每年他住在 官署里边的树上 那果子熟了 孩子们仆人们 都摘下来吃 但是吃之前 要称重量 最后柳平就会按照市场价格 把这些水果的费用 交给管理公款的官员 还特别叮嘱他说 不要张扬 不要宣传 父亲的父子 甲骨文里边就是一个 父亲拿着一根棍子 代表的是父亲的家庭管教权 许善收文解字解释说 父 举业 家长率教者 从手举账 父亲是什么角色 柳平的成功人生告诉我们 父亲是家庭规范的制定者 执行人 是家庭经济的供给者 家庭安全的保护者 更是家庭精神的引领者 如果一个家庭 父爱缺失 父教缺位 那就会埋下巨大的隐患 那如果父亲早是怎么办 兄长就必须担当起教育弟弟的职子 比如严正经 父亲去世以后 一直由兄长严允兰 培育教会 后来成了大家民家 再比如韩玉 三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 一直由兄嫂掌养教育 所以后来韩玉提产古文 排斥佛老 性情刚正孤巧 都是他哥哥的作派风格 在古代 父兄之教注重的是三观教育 和基本的知识体系传承 母教侧重于培养 子女的日常生活习惯 但是在特殊情形下 如果父亲兄长过世了 或者是远换他乡 就在其他地方毅力作官 子女教育就成为母亲的天然意 康熙曹宰相张英的母亲吴氏 精通茅师孝京 明星之际天翻地覆 吴氏却能够明判天下大事 无数次让全家化现为夷 崇祯末年 她的丈夫张炳仪 本来有机会选受美观肥虐 但吴氏这个时候却突然对丈夫说 世道混乱 如果你继续作官 就只有两种结局 你要么寻情旧草 你要么就效命新亡 前者危及身家信念 后者危及道德名誉 无论哪种选择都很危险 这是大实话 张炳为蓝 那怎么办 吴氏就说 还有第三条路 退隐僵活 于是全家归隐同城 打柴仲裁 清平度尾 既保全家口又乌亏民节 后来躲避匪患兵活 更是颠沛流利 家务定缩 丈夫又经常不在身边 但无论是身处同城相间 还是蜗居拦锦小屋 吴氏对子女的教育从未间断 后来张英未及人成 但秉承普教 终身已 尽胜自律 更巧合的是 张英的夫人姚氏 也是民家之女 也精通毛师 还精通资质通贱 也心情是假 她不要仆人 不要保姆 亲自长育八个子女 有了这样的好母亲 加上父亲随时殉道 同城张家 终于在张廷宇一辈 搭到了顶峰 张廷宇担任饱和殿大学室 这是大学室当中 品位最高的 还担任首席军级大臣 是三代府城大清国下 以至于康熙皇帝 高兴的在公开场合表扬 张廷宇家 不仅父训有方 而且母教有素 父教有方 母教有素 共同使得张廷宇家族 对兴盛与延续 历史上 每一个长盛不衰的家族 往往都离不开 成功的家庭教育 与之伴随 那么古人的教育观念 传统家教所蕴含的人生智慧 科学方法 对我们当下又有着哪些借鉴意义呢 春节特别节目 家风家教家规家谱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 正在为您讲述家教 传统家教的理念规范方法 在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呢 第一 传统家教的核心价值 和今天的主流价值观 可以实现无缝对接 传统家教 要求孩子从小做好人 长大做善人 做官做好官 传递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今天我们还说 一双筷子看人品 如果饭桌上一个人拿出筷子 夹翻山菜 就是筷子直接伸到别人面前去 夹自己喜欢吃的菜 或者来个海底捞 不停地把菜翻上翻下 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这在古代 要么挨骂 要么挨揍 因为这种行为 不仅实理 还实德 这是自私贪婪 缺乏教养的表现 到今天 无数的父母也教育子女 对于这类人 一定要敬而远之 不可深交 但到了危难时刻 这种朋友 他不仅不会帮你 还会落井下石 第二 家教是为国育才 除财的最重要平台 和最有效手段 一代贤财 不仅仅是家族的荣光 已是国家民族的幸运 无数家族 雍现的海量精英 不仅维续了 自身家族的凡人 客观上也推动了 历史的进步 和社会的发展 荷兰安阳的韩起 北宋时期三度为下 鞠躬尽瘁 史诚贤相 后来他的儿子 韩忠彦 位己仁臣 升登相位 韩忠彦拜相的时候 宋徽宗不自豪地 在刺稿当中说 使天下皆知中宪之有子 则正已可谓得人 今天拜韩忠彦为下 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韩琪 培育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 固然是为祖先 为家族争取正观 但是我当皇帝的 也有了选拔俊才的机会 第三 传统家教对今天的 现代化教育创新 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志基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 他以自己的轻生经历说明 儿童兴趣是传授一切知识的 最重要动力 按照他们家的家族规划 是先读经 后读史 那年纪轻轻一上来就读上书 自认不了 拒断不了 读起来磕磕碰碰 背起来是千难万难 不知道挨了多少板子 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 但有一天 他爹给几个哥哥讲走转 刘志基特别感兴趣 就请求父亲说 能不能先学走转呢 父亲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先读史 再读经 家教规划的细微调整 造就了一代史学大师 刘志基后来很得意 说自己触类而关 不假诗讯 学识有了兴趣 有了方法 根本就不需要师长教诲 就能够触类疼通 刘志基的经验 深刻的影响了 后代家教的课程设置 宋代以后 很多家庭调整的 精识阅读的顺序和时间 无数精英脱颖而出 家教是每一个人天然而永恒的教育方式 是个体身心成长的最重要环节 我们通过反思传统家教的功能特点 展现了古人的教育理念 其中蕴含的人生智慧科学方法 都能有效的助推 现代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从这个意义上讲 好家教就意味着 好性格 好品格 好习惯 这是任何时代教育 都追求不懈的永恒价值 谢谢收看 请看下集 从古至今 人们都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 今天的很多家庭 往往看重孩子的智力发展 可是传统家教 却为何更注重子女的心灵世界 对于如何培养孩子的品格和操守 传统家教又留给了我们 怎样的智慧和策略 在明天的节目里 西南政法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为您讲述 家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